請大家介紹一下超過兩千元人民幣定價的這兩雙 他們跑鞋實際跑起來的狀況如何 如果以這九千多塊 買Nike就好啦 哈囉大家 我是原家人的瑞 沒錯這一集又回到我們的跑鞋評測開箱 那這一集非常特別的是我在前陣子雙11的時候 在淘寶上購入了一些對岸的跑鞋 那大家也知道其實對岸跑鞋在這幾年發掘得非常非常快速 甚至在價錢或者是功能上 遠遠已經趕上這些國際大品牌 像Adidas、Nike 所以今天我特別找來目前在中國的這種 碳板跑鞋裡面應該算是價錢最頂尖的 就是超過兩千人民幣的這個定價 大約已經是台幣可能八九千的這個區間 當然實際購入價沒有這麼誇張啦 但是以他們定價來說 超過八千塊的跑鞋就只有這兩雙 也就是我手上的 李寧 飛電 3 Ultra 還有另外一雙也就是安踏的 C202第五代的Pro 那今天呢我們就會針對這兩雙跑鞋來做一個比較深度的評測 跟大家介紹一下超過兩千元人民幣定價的這兩雙碳板跑鞋 實際跑起來的狀況如何 還有推不推薦大家購入這兩雙跑鞋來做使用 那當然除了這兩雙之外 我們在下一集影片呢也會跟大家開箱的是這三雙 大約人民幣定價在一千到一千兩百人民幣之間的 終極碳板跑鞋 欸 不... 等一下 應該不是說終極碳板跑鞋 而是他們的價錢定位 大約就是落在一千到一千兩百塊之間 像中國喬蛋的這雙 FAY IN PLATE 還有特步的這雙 就是 E60X5 然後還有這雙361的 FAY BEL FUTURE 那以這三雙跑鞋來說 他們已經算是這個品牌的最頂級跑鞋 只是定價來講 是比較合理區間啦 剛兩雙我覺得是 有點定太高了 OK 話不多說 我們就來幫大家開箱 這兩雙跑鞋吧 LET'S GO 這一集是看CP值囉 這一集不是看CP值 這一集是看它定價給我定8千塊 到底哪裡值得這個價錢 OK 那我們第一雙來就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雙李寧的FAY IN PLATE 3 ULTRA 那這一雙已經算是李寧的碳板鞋裡面最頂級的一個鞋款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次購入的價錢 它的定價在淘寶上大概是2189元 這是人民幣的價錢 但實際因為前陣雙11有一些優惠啦 所以我當時候購入的價錢是人民幣大約1400元 折合台幣大概是6100塊左右 但如果你以它的原價來算 我們剛剛講的2189元 這樣算起來它的定價 開價是9500元 你敢相信嗎 這雙鞋的定價竟然是9500元 但實際反正它們很多券啊 領一領扣一扣是6000多塊入手 那這雙跑鞋的一些科技就來跟大家介紹分享一下 這雙飛電3 ULTRA算是它們比較大幅改變的一個鞋款 前陣子它的另外一雙飛電系列 其實就已經很廣受大家好評 那這次比較厲害的地方是它是中間的碳板 加入了一個雙層的結構 那在前掌這邊呢 一樣是搭載這個降科技 所以你看下面一層跟上面兩個碳板 雙層的這種夾起來之後會有一個潰縮 但是又彈回來的這個形成 那中間這邊這條線也是它們特別畫的一個 它們說是最佳的緩震點啊 然後還有排水的功能 但重點是這個洞裡面 哪會積水啊 那這鞋底的部分也是它們這次的一個亮點 叫做GCU的這個大底 這個大底雖然看起來好像很薄薄的一層 然後沒有什麼感覺像磨掉啦 然後但我覺得因為它很薄 所以它有一個很好的就是偷輕達到一個很好的效果 但除了這個之外 我實際在跑過兩三次的這個路線上 真的有經過有水質的狀態 其實也沒有太有那種抓不住地板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GCU的這個大底材質 其實是蠻不錯的 就是有點出乎我意料的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中間的這個中底啊 還是會有大量磨損的可能 所以你看上面雖然沒有什麼磨損的這種印記 可是這個我在跑兩三次就有這樣的痕跡 所以不知道它中間的這個中底材質 在實際跑步的狀態下 會不會中間就已經先磨壞了 所以最後它在這個鞋底這邊 就有搭載了它的四個特色 就是它有加碳板 GCU的大底 匠絲科技 啾 蹦 蹦絲的這個中底跟這個布面的材質 那除了這個蹦科技之外 它的這個斜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斜面的布料 雖然看起來 這個整個配色我也不知道什麼 買下來很像巴斯光年 但這個裡面的配色啊 如果你仔細看我的手 其實是看得到我的手在裡面 那它的這個布面的這個斜面材料也叫 蹦絲科技 他們很喜歡這個縫 那整體的這個包覆性來講 其實剛性蠻好的 整體就是沒有什麼太大的活動度 所以實際穿著起來 你不會覺得腳在裡面 會有那種不穩定的情況 那看到中間這邊 我們看一下它是 沒有斜舌的 它是一體式的 有點斜套 斜套類型的這種設計 所以它完全是一個可以非常服貼你的腳背 中間沒有任何就是斜舌的部分 在腳跟這邊它也有搭載了 就是像這樣的一個 後跟固定的泡棉加壓在你的竹跟位置 所以其實它的後跟的那種加壓感受上 我個人覺得是還不錯的 那實際整體的鞋子啊 以它的這些科技 雖然聽起來都非常的 就是沒有聽過 什麼醬啊 蹦啊 都是聽起來很炫砲 但實際跑起來的狀況怎麼樣 我們就來跑一下來跟大家分享 走吧 我們現在要拍的是李寧 飛電3 Ultra 好了 OK我們剛剛實際的跑了一圈 跟我之前跑了大概3到4次 大概30公里的實際體驗 那這雙跑鞋 我個人認為 它雖然官網標榜的是 你真的要是跑步大聲 要跑得成績很好 才可以穿著這雙 但我個人覺得沒有這麼困難啦 就是其實它的上角算是非常友善的 不會說真的暴力推進到不行 但它的在後跟這個設計啊 這個 蹦斯的這個科技 它的落地的時候其實 還是蠻Q軟的 不會讓你覺得 這個材質的板材好像速度不夠快 跑起來會很吃力 但它Q軟就是 你會感覺你的行程是很明確的 你在踩完之後會說 可以往前彈 是你在一個可預期的狀態下進行 不會是那種 好像陷到底回不來的感覺 那除了後跟著地的感覺之外 在前掌的這個設計啊 前面這個降科技 在落腳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跑距離短 沒有太大感覺 而且甚至感覺到很明顯有那種推進感受 但我實際在上一次跑了 大概10到12公里的那一次 就是慢跑 長時間下來我認為在前掌啊 它這個剛好凸起來的這個位置 這個地方 其實是真的有點頂到我的 就是 腳的這個 這個黑黑的這個地方 就是前掌骨頭的那個位置啊 所以其實跑久了 會覺得有一點點異物感的感覺 是有點明顯的雖然它這個 會說在回彈的那個感覺是滿炫炮的 但是實際跑起來是真的在長距離後 會認為那個地方有一點點異物感 是真的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 我不確定在 這樣的鞋子跑完可能30公里40公里後 在那個地方會不會有任何的不適感受 但 至少我穿起來覺得 它是一雙 在鞋面的這個穩定包覆性是非常好的 那落地的感受上也是非常Q軟的 跑起來是很舒服的 往前推進的感受 也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就這個碳板的這個加持推進感 是非常明確的 整體來講我覺得它的 完成度啊 就是如果說以一雙 我們以Nike或Adidas 這種碳板跑鞋是 已經發展完全的 100%的這種狀態 我覺得它應該已經到95%了 甚至我覺得 沒有差太多 甚至到98%我都可以給它 這樣的分數 只是說各家碳板跑鞋的 調性的調整可能有一點點不同 那我個人認為 李寧這雙非電3 Ultra 跑起來的感受呢 其實是非常舒適而且推進感受是很持續 源源不絕的 但它又不會讓你過度覺得 暴力到會有點駕馭不了 所以我其實蠻推薦如果你是 想要找一雙碳板跑鞋 但是你又怕鞋子如果太暴力 你不能駕馭的話 我覺得它是蠻適合的 而且穿起來的調性 還真的真的有一點點像 Vaporfly這種跑起來是Q軟 但又給你持續推進的這種感覺 但它定價有點太貴了啦 如果以這個9000多塊 買Nike就好啦 下一雙也就是安踏的 C202 GT5 Pro 那這雙跑鞋呢 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售價資訊 在淘寶上呢 當時我看到的 官方售價 它的標價是 2089元 台幣大概就是 9200元 但實際我的購入價錢 在雙11的優惠的時候 實際的購入價是 1299人民幣 大約就是 5600多塊台幣 算是比較合理的價格區間啦 但其實它也已經是 安踏家族裡面 最頂級的跑鞋了 那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這雙碳板跑鞋當中 有一些什麼樣的特色的地方 那首先我們從外觀看起 這邊在外觀上面 整體的配色是非常大膽 那這個顏色 在他們的很多 就是國外的他們 叫博主上面分享 在這個中底的這邊 是一個 有點寓意像是 鳳凰的一個 鳥繪的地方 他們真 他們就是 貝類 他們好有想像力喔 然後 這個 在這個中底科技的材質呢 一樣是搭載了 一體式的這個 碳板在中間 那中底的科技叫做這個 Nitro 還有Nitro Port 它是上下兩層不同材質密度的中底 合成起來的 那我實際在穿著起來的腳感 我覺得 真的很Q彈 應該是我這陣子評測所有 中國跑鞋以來 初步我覺得最喜歡的一雙跑鞋 那在這個 鞋面的部分 看起來一樣是 蠻透明的 看得到我的手指在裡面 它搭載了這個叫Normosa 也是非常高強度的這種 編織的 霧面 所以整體來講它的 包覆性穩定性是很好的 而且 你吹氣進去是可以感覺到 它的透氣效果其實是很強的 那 再來是它的 鞋底的部分 一樣是搭載了這種 矽膠大底 那 在耐磨性上 就是跑起來也不會有任何 比較容易滑動的感覺 甚至我看到國外的影片 他們直接穿著截子 踩在地上 騎摩托車這樣磨地板 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就是還真的不太容易磨損 所以 目前我看起來 感覺很多個中國品牌的跑鞋 都是使用類似像這樣材質的 大底來使用 它可以達到第一個 很輕量化 而且很薄 然後又可以有很好的抓地效果 整體來講 我在官網看到的資訊 好像就這些 但是 我覺得它蠻厲害的是 整雙鞋 只有180克重 大概是42碼的跑鞋來說 所以重量上是非常優勢的 但 它的特色好像有點少 OK 我們就來實際穿著它 跑一下 跟大家分享實際上腳的心得 現在 現在試跑的跑鞋 是安踏 C202 GT 第五代PRO 這雙安踏的C202 GT第五代呢 這雙PRO跑鞋 也是我已經參加 平常訓練大概有跑過兩次以上的10公里路線 那整體來說 這雙跑鞋其實在剛開始穿上腳的時候 是我比較驚豔的 因為它的整體的舒適性 就是Q軟感受 跟上腳的合適性 我覺得是 最不太需要去適應 就可以馬上覺得 這雙跑鞋穿起來很舒服 而且我平常那個 慢跑的配速大概就是5分到4分40 這個配速區間 你會覺得這雙鞋 會一直帶給你 不斷有想要往前推進的感受 那這雙跑鞋在 我平常的這樣慢跑區間呢 我認為它是一雙非常Q軟感受 而且 整體來說 一樣的尺碼上面 我跑起來的腳感 我覺得它是比較寬鬆的 所以或許這雙鞋可以拿 原尺寸就好 像我平常是穿 26.5 那這雙跑鞋的尺寸也是26.5 它就是比較寬鬆合腳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跑起來想要再包覆性好一點 或是你真的腳背沒什麼肉 或許你可以拿到小半號的尺寸 那整體來講它的 著地的感受 中底材質很Q軟之外 它這個雙層蛋科技 非常的舒服 但它往前推進的感受 是不會過度暴力的 如果說剛剛的 飛電3 Ultra 它可能是有到8分的這種推進感受 我覺得它大概只有在6.5到7分的這個推進感受 所以它其實蠻好駕馭的 雖然它官方標榜 它是要230以內的全馬跑者 才可以穿 但我個人認為 其實上個半小時內穿這雙跑鞋 我都還覺得綽綽有餘 不會覺得有過度暴力的這種狀態 那最後還是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認為這兩雙 目前在中國的碳版跑鞋當中 定價要超過2000人民幣的這雙跑鞋 兩雙鞋的個別定位 或是我推不推薦給大家來選擇 那第一雙以 飛電3 Ultra來說 我認為它整體的這個 前傾的角度啊 跟長跟差的這種滾動性 你會覺得它真的是一雙比較暴力的跑鞋 實際來跑起來的感受 在一樣的尺碼上 它的包覆效果 其實是優於 安踏的這雙C202的 所以你在跑步的時候 你可以感覺到這個 蹦絲科技 整個貼合你的腳背之外 你在瞬間的想加速啊 或是過彎的這種 穩定度來說 我認為飛電3 Ultra都是比較高於一個檔次的 穿起來的穩定性跟 這個操控性來講是比較好的 但也 隨之而來的 就是它真的會稍微比較暴力一點 像我剛剛其實有穿著兩隻腳 不同個品牌的跑鞋 我就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我的左腳 就是穿安踏的時候 往前推進就是溫溫的 不會讓你過度暴力的感覺 可是右腳的那種飛電3 Ultra 就是一直 想要把你拉出去的那種感覺 所以兩腳跑起來的感受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會認為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雙 真的對於你的跑步的過程當中 是很有侵略性的 對於你的比賽很有幫助 你也很希望操控性很好的跑鞋的話 飛電3 Ultra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所以這雙飛電3 Ultra來說 我個人認為它這樣的定價 就是買下來 入手價大概是6200多元的選擇的話 你可以考慮啦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一雙 結合了非常多高科技的 就是新的這種跑鞋科技在當中 不管是中底的科技啊 還有前掌的碳纖維緩震板的推進感受 甚至是這個整個鞋面的包覆性來講 我覺得都是蠻新穎的 就是你可能在Nike Adidas 或是亞瑟斯 目前是看不到類似的這種科技 就是完全走不太一樣的取向 也可能只是取名不同 那整體來說 自動6000多塊的跑鞋 我覺得可以考慮 但是如果以缺點來講 我會認為它的定價來說 真的是騷高 畢竟Nike Adidas這種 手屈指的大哥大姐們都還在前面 定價 實際購入價可能5000多塊就可以買到了 我何必要花6000多塊來買一雙 這樣講好像不太好 下一雙 那下一個這個安踏的C202呢 我認為它就是一雙 如果你的調性希望比較溫和一點 然後你希望踩起來舒適性比較高的 以腳感這種優先的話 我認為C202是一個蠻好的選擇 因為安踏這雙C202畢竟它定價也稍微比 剛剛的李寧3 非電3 Ultra還便宜一點點 雖然還是要5000多塊 但它整體的這個中底啊 非常厚實Q軟的結構 我認為踩起來 非常像 就是Nike的AlphaFly 第二代的這種 Nexpa推進的感受 就是它真的是 踩起來會覺得 踩在沙發上很舒服很Q軟的感覺 但你又不會覺得 觸底 它是會有一定程度的溃縮 又給你很好的回彈性 所以踩起來是真的非常舒服的 那推進效果來講都不會過度暴力 如果你在找一雙蠻適合 以舒適的調性來講 然後又給你一定程度的推進效果的話 我覺得安踏這雙是蠻好的選擇 那如果是我自己的選擇的話 在兩雙的定位上 我可能會選擇 李寧的非電3 Ultra拿來做一個 我的競賽鞋使用 那像這雙 安踏的C202 我可能就會拿來做 比賽前的這種長距離比賽配色的練鞋的時候 我可能就會選擇它來做使用 畢竟它是一雙 整體來說比較Q軟 跑起來比較舒適 我覺得跑得比較長久一點 OK那前面就差不多是我們這一次 把這幾雙鞋買來的 簡單開箱分享 那我個人認為 以這兩雙跑鞋的定位 或者是定價來說 當然他們已經是中國最前面的品牌 所以定價來講可能是比較前面 但以差不多的科技來說 或許在一些國際品牌上來講 也有一些其他可以選擇替代品 但不得不說 中國跑鞋在這幾年 就是快速的串起 然後這些科技啊 也已經我覺得完全追上了很多國際的大品牌 所以 已經不是我們以前想像的這些 中國品牌可能跟國際品牌上有一些很大的落差 我覺得這也是 蠻有趣的啦 至於後面 到底推不推薦大家買這兩雙跑鞋來體驗或試穿 我個人認為 它不會不值得這個價錢 但如果你要花這個價錢 買這雙跑鞋 你可能要考量的就是 會不會有 品牌上的考量 你可能比較喜歡 Adidas Nike 或是其他品牌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覺得可以考慮是真的還蠻不錯 甚至在 中國的一些 相關 跑步的博主 他們分享的經驗 我覺得這個新款的中底上 真的是還蠻耐磨 所以或許 穿了長距下來 它的使用性 搞不好比Nike還好 畢竟大家知道Nike那個 中底的科技是真的 蠻 不耐穿的 很容易就有很大程度的磨耗以及 潰縮 所以大家可以 多多嘗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 第一集的中國跑鞋的開箱評測 那我們現在已經把最貴的拍完了 接下來 還有中階價位 也就是人民幣 大概1000到1200之間 還有入門的價位 大約一雙600元人民幣的碳板跑鞋 究竟 推不推薦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我是你的家長隊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一期見啦 掰掰 我們下期見啦 請到時 大家 好